世界的国防实力差 战斗力,然而现在爆发一场战争的几率又几乎为零,所以各国不得不采用军事演习及模拟战争的方式来检验军队,各国每年都会进行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,有些演习是为了震慑外国,如日本非法占领钓鱼岛时,中国便进行了东海演习,有的则是为了保持军队战斗力进行的常规演习,如中国采取的红蓝军团对抗的方法, 当然也有多国联合进行的,来保障国家间的协调合作,如美国的环太平洋演习,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是美国极其亲密国家合作举办的,一般在夏季七月份,但是今年的演习同往年不一样,今年有一个重要环节,那就是击沉海舰。 海舰是美国海军的退役登陆舰,可谓是皮糙肉厚啊,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会真的拿出海舰来检测导弹的,因此这次演习,可以说美国是下血本了,而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当然是美国的小弟们了。 特普朗上台后,美国与诸多国家的关系都逐渐变冷,其中包括中国,特普朗奉行美国第一的准则,这严重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,终究会被淘汰。 但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,它意图继续霸占这个位置,害怕新兴国家取而代之,因此它常常打压新兴国家的发展如中国,其中不乏袖袖肌肉来提供战略威射。 在环太平洋演习中,美国和日本击沉美军退役海舰一事,便被美国有关媒体理解为,这是给中国看的,让中国知道美国的军事实力,但中国专家表明美国的导弹可以被拦截。 近些年来,中国在国防预算上越来越多,国防实力也大幅提高,再也不是原先那个软弱无力的清政府了,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。 在本次演习中,美军所用的导弹,虽然威力巨大,但中国的新型驱逐舰是可以拦截的,中国的新型海舰相继亮相给国外造成很大的威慑,但总有国家不断触碰中国的底线,菲律宾,越南不断制造南海事端,据悉,美国将把这把导弹卖给这两国,意图牵制中国,美国意图遏制中国的发展。 违背历史发展规律,是不会成功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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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